欸 歸之我問你喔 法克電台現在每一集 平均收聽人數有多少 大概有4萬人 4萬是甚麼意思 4萬就是四場小巨蛋演唱會 而且我們每一集其實都一小時以上嘛 這表示我們4萬的超級貼分 而且重點來了 這4萬人他不是累積很久才到4萬人 上線第一天就有1萬人 一個禮拜他就會有2萬人 到了一個月就滿4萬人 之後還有腸尾效應 所以也就是說如果廠商你要業配的話 這個廠品馬上就會在2場演唱會中露出 再擺一陣子就會變成4場萬人演唱會露出 那我們聽眾有甚麼特技 他們會積極行動 想要讓自己的生活或台灣社會變得更好 但這是很廣義的 例如把自己弄得更懂更多知識 或者是弄香一點 或是家裡變乾淨一點 都是廣義的變得更好 那我們聽到這邊 聽眾如果被我們打到了 突然想要找我們Podcast口播該怎麼辦 去節目資訊欄 點擊法克電台的傳送門連結裡面 有節目扯作資訊 我是桂智 你現在收聽的是法克電台 你說雞肩法嗎 sod me law 對啊就是雙方同意 還是不行耶 新加坡也不行啊 很不快樂耶 哈哈哈 大家都來台灣 哈哈哈 雙方同意想幹嘛 所以同志大遊行的時候 對啊 飛過來台灣 對啊飛過來台灣 台灣本來就是 欸這有聲音嗎 台灣本來就是亞洲 統治權益 在進步國家吧 這禮拜你們就結大港結束之後啊 啊等下你被雞肩喔 哈哈哈哈哈哈哈 有這麼好事就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這能播嗎 哈哈哈哈哈哈 好快樂 開玩笑 就我們去小琉球潛水 我知道 晚上有一個卡拉OK吧 在那唱歌 然後旁邊有一座馬來西亞人 哦 然後另外一座 就是有一個男的失戀 然後就很不開心 所以那一座在鬧他 一直狂點分手歌 什麼分手快樂啊 分手後不要做朋友 之類的 然後就是一直弄 然後他後來就崩潰大哭 哇 就弄弄弄到哭了 然後後來那個馬來西亞那一座 就跑去安慰 他說欸 女人說 哎呀那個女人再找就有啦 沒有關係啊什麼的 然後他們那一座就說 沒有他喜歡的是 男人 他喜歡的是有屌的 然後那個馬來西亞人就 啊 尖叫一聲 然後他們那一座又有台灣人 然後在台灣說不好意思 那個馬來西亞人 他們還不 還不習慣這件事情 雞肩還是在刑罰裡面 對啊 因為不同國家文化 本來就這樣 對對對 就是這個東西它需要時間去 對對對 每個國家走的速度不太一樣 太一樣 不能說 台灣也是花很多時間 走到這間 馬來西亞確實是有 性少數群體 跟爭取性少數群體的NGO 但是 執政者 不管是誰上台執政 哪一個陣線執政的話 他們都很害怕去觸碰這方面的議題 反彈很大 甚至會主動表態說我們 我們的國家是不會接受LGBT 或者性少數權利 所以這方面的法律是很難很難推進的 那民眾的態度呢 民眾的態度大部分依然是屬於傾向於不接受 但是不接受有分激烈的不接受 或者是溫柔不接受 有些人是覺得我雖然不接受 但是我們是要教化他們 給他們幫助 那不要去欺壓他們 另外說不接受 這些人就應該被譴責 然後應該去去去 坐牢這些 坐牢類似這一些 所以這個社會運 社會的改革本來就需要時間 對啊 會慢慢改變 激烈的不接受 超多深櫃啦 啊 那些其實 他們害怕觸動內心 最真實那一塊 對對對 他們只要用最暴力的方式 來表達 然後來掩蓋內心 最恐懼的那一面 你看台灣現在深櫃就 開始減少當中 其實是好事啦 所以知道 這就講一件很 我們就要講很重要的事情 這個文化的力量 這個知識的力量 它可以超越國際 真的 今天的這個聽眾 就是 我們今天的來賓 他是來自馬來西亞 也是法 他其實是法科電台的粉絲 這名字是法科電台 超越國際 超越國際 對 我們要打國際賽了 打國際賽了 國際賽了 把鄰國算什麼 把鄰國給我聽好 我們今天的來賓叫做 陳少康律師 哈囉 哈囉 你好 你好 我先介紹一下 這集怎麼來的 好來 就我們很久以前有一集叫做 我們有很久以前 我們有一集來賓叫杜靖軒 欸我知道 對 這個他是 馬來西亞華僑 馬來西亞華僑 然後他在台灣寫一本書 馬來西亞的僑生 在台灣遭到白色恐怖的事情 也是轉型正義的書 也是講一本轉型正義的書 然後後來因為認識他嘛 有時候會聊天 然後 今天他突然敲我說 他有一個馬來西亞朋友 也是律師 又是法科電台的粉絲 然後 這幾天會來台灣玩 然後能不能來拜訪一下 然後我順便錄個音這樣子 沒問題 我說 那有什麼問題 那有什麼問題 我說當然要錄音啊 直接讓我賺一集 對啊 很棒 多爽 而且他對法科電台是有一點情愫在 對啊 要不要邵康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可以啊 讓我們爽一下 可以可以 我們就說一個小時就可以了 爽一個小時 沒問題 還有這個音效 太厲害了吧 大家好 我叫邵康 那我本身在馬來西亞是個職業律師 在從2016年開始獲得律師執照 然後一直就職業到現在 那麼也是在大概在2020年尾的時候 就和女朋友 他也是律師了 就起心動念說 我們也來創辦一個類似 跟法律有關的Podcast 留意到馬來西亞 國內是沒有這樣的一個節目的 然後我們就去搜尋去做一項資料 然後就接觸到法科電台 然後聽了好幾集的 就發現原來法律的內容是可以做成這個樣子的 就是完全沒有想像到 可以有這樣的一個華人的法律的 以中文為主的這樣子一個節目存在 然後我們就聽了說 OK啦 然後我們也往這個方面去努力看看 所以就從此就有了這個低配版的法科電台在馬來西亞 他們有一個節目要介紹一下 馬來西亞版的法科電台 叫什麼名字? 我們叫就是醬囉 然後那個醬是辣椒醬的醬 那這其實是採用了當地的 我們馬來西亞本土化的一個語言 醬其實是這樣的意思 我們就說就是醬囉 那個囉其實在馬來西亞也算是一種尾音 我們馬來西亞常說是醬的囉 是醬的囉 就是它是一個語音助詞 然後我們就把它跟法律的英文 用一個寫音的方式就叫就是醬囉 然後囉是L-A-W嘛 對對 而且邵康他不僅只是綠色而已 他跟我們一樣是斜槓 好 怎麼樣斜槓 他斜槓是脫口秀演員 哇塞 他在台灣其實是來工作的 他來考察台灣的脫口秀的這個生態 哇塞 他今天結束之後他去旁邊的23Comedy 我會按他今天要聽誰的 他昨天去卡米蒂 昨天去卡米蒂 聽誰的表演 我們自己也有下去表演 然後昨天有聽了蠻多演員 大家都是來試段子的 因為是OpenMy興致嘛 然後有撞撞 昨天的表演有撞撞 我覺得那個是非常熟練跟很震撼的 然後昨天的OpenMy主持人是黃浩平 平時在YouTube上看到 因為想要這個很真人看 然後我們來台灣 我們是星期六到 我們星期六就連看了兩場達康的這個漫才秀 也是非常非常震撼 之前就在網路上一直看達康的漫才表演 然後現在也是 就現場看果然還是非常不一樣 哦 好酷哦 所以來台灣主要來考察脫口秀 產業 也不算是 啊是啦是啦 然後主要也來表演 對 錄音 來錄音 跟律師跟律師的交流 結果我個人是主要是來錄影 所以他主要是來找法白的 脫口秀是 下次換我們去吉隆坡好了 好可以啊 很久沒有出國 很久沒有出國 很久沒有出國了 然後跟邵康一起來 沒有錄音的旁邊有一位朋友 欸 然後邵康說他在馬來西亞 搞一個馬來西亞版的satite的這種 哦 直日可待 直日可待 對對 他剛好說他大學的時候也有看法白 對 然後我聽得很爽 爽 沒有想到我們這樣在馬來西亞人看耶 對啊 好開心喔 好讚喔 我的那個虛榮感都來了 可以我們都有看 因為其實馬來西亞華人都 一般上都看得懂繁體字 然後我們只是可能寫不出來 但是我們是看得明白的 然後法白的文章其實有很多議題 像說廢死的議題 還是性少數的議題 這些其實對當時我們 我讀大學的時候還沒有法白 他念大學的時候就有了 我覺得這方面的資料是蠻深入 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馬來西亞沒有廢死嗎 馬來西亞在前兩天 國會就剛剛通過廢除了強制死刑 但死刑還是有保留的 這邊跟剛剛講一下 剛剛有問一下邵康 強制死刑 就是我們以前的唯一死刑 就是他犯他們講的謀殺罪 就是我們的殺人罪 就是一定是死刑 那我們現在我們現況不是嗎 我們現在是死刑 無期徒刑 失定上有期徒刑 他們剛剛廢掉了唯一死刑 所以現在廢掉之後 他的刑度變怎麼樣子 廢掉之後現在的刑度還 我還沒有去看那個修正案 OKOK 反正就是廢掉之後 反正就是他死刑變成一個選項 他有可能會被判死刑 有可能不會 對 不會一定是唯一死刑 是是是 所以就交給法官的裁量權 去看案情的嚴重程度要怎樣 難得有機會跟馬來西亞交流 對 要先從一個大家共同的話題開始聊起 好來 在馬來西亞念法律系 也是念四年嗎 四年對 那畢業後大家都考律師嗎 有時候大家法律系 這個共同的夢業就是 台灣人考國考嘛 對 考律師 台灣人通過律師幾% 你是補習班老師 你是補習班老師 對我是補習班老師 對 我比較熟悉 其實也沒有 大概7%吧 大概差不多萬人考 萬人考一試 然後大概就通過大概700左右 但每一屆不太一樣 有時候500有時候800 我們就抓700好了 你們這個考試是 就算是在大學念完法律出來也要考 對 馬來西亞稍微特殊一點 我們有兩種模式 如果你是國立大學法律系畢業的 那你畢業之後你可以直接去做實習律師 就不需要再做任何額外的考試 一畢業就當律師 實習律師我們叫 一畢業就可以當實習律師 那實習要多久 實習9個月 9個月 然後所以你一畢業完可以當實習律師 9個月實習完之後你就變正式律師 對 那畢業很難嗎 畢業沒有很難 那考上國立大學的法律系很難嗎 對華人來說很難 怎麼說 因為在馬來西亞因為我們馬來人占大部分 然後華人其實要擠進國立大學的 我們在政府的政策上的名額上 會有一些困難的地方 特別是非馬來人像華人 所以特別是進國立的大學 那就難上加難 特別是進國立大學的明星科系 像醫學院法學院 這就是難上加難再加難再加難 所以過後考試並不是很難 但是進去國立大學對華醫生來說 還是蠻困難的 是馬來西亞的法律是本來就比較排華 也不是 好吧 我覺得在大學的這些科系的intake上面 可能會更加讓馬來學生會有更多的固答 我們有一些小固答制 就是他們 就是比例方面會納入他們比較多 他們有一些保留名額給馬來西亞人 對 可是馬來西亞人應該 馬來人應該是馬來西亞人的多數 主要族群 對 那另外一個方法是什麼 另外一個方法是私立大學 就你在馬來西亞的私立大學畢業 通常這些私立大學它會有雙軌制 它就會 你在本地唸兩年 然後你就到英國 英國去 因為我們馬來西亞的法律是繼承英國的 我們是Common Law Country 對 然後唸回來之後 你要在馬來西亞做律師的話 你要通過一個考試叫做CLP Certificate of Legal Practice 那這個考試呢是就很難 就特別特別的難 然後你要 你如果過了這個考試 你就可以去做實習律師 那那個考試通過率大概幾%? 大概有一半 一半 50%左右 對 沒有很難啊 等一下 剛剛不是台灣才七八而已 對啊 可是聽起來是你們進去法律系這件事情 本身是困難的 對 他們讀法律系這件事情比我們難很難很多 我剛剛做一個很失禮的舉報 50% 滿有法律 我剛剛行為是不是很凱莉 有有有一點 那我蠻好奇 為什麼進去讀法律系這麼困難 因為我舉個例子 在台灣基本上法律系有很多 最難最難的台大法律 那當然進去很困難 那像我跟桂姿是動物法律 可能就是沒那麼難 就還好 就還好 對所以我們比較難是難在考法律 考律師這件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聽起來不太一樣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在馬來西亞念 就是如果我跟你們講說我是法律系學生 是很屌的一件事情嗎 在馬來西亞 如果你是國立大學的法律系學生 那是確實是很屌的一件事情 因為大家都知道你進去不容易 但是在馬來西亞 目前那個狀況 私立大學越來越多 然後很多私立大學都會提供法律的課程 所以如果你說你是私立大學的法律系學生 那其實沒有什麼可屌的地方 就是就是他們 你有錢就可以了嗎 報讀私立課程 但是如果你是國立大學的法律系學生 那大家就知道你有錢也進不去的那種 國立大學很多嗎 在馬來西亞 提供法律課程的國立大學不多 甚至對華人來說 看得上眼的只有兩間 第一是馬來亞大學 第一名嗎 第二就是 就他們兩個 你們就是最屌的 聽來聽去看他們捧自己 狗狗學員都這樣 到時候胖出來就是回到自己身上 就是馬俄進去公立很難喔 像像我就是 像我們就是 對 也是很多時候是運氣成分的 另外一間是哪一個 另外一間是叫國立大學 就叫國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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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我們我們是馬來亞大學 馬來亞大學 另外一間叫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 就是UKM 當然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只看馬大 沒有我認識一個朋友 不愧是抽口秀演員 原來如此 所以進去很困難 對 好有趣喔 因為台灣其實很多人也在討論說 法律系學生要不要管制 對 這個聲音出來 管制是怎樣 就是希望說 讓念法律系是一件 變得比較困難的事情 因為念法律系的學生太多了 對 可是可以考上的那個名額太少了 就變成一堆人去念 然後出來不知道要幹嘛 對 有一些人是這樣想 所以有一些改革 只是覺得說 那乾脆把法律系灌掉 不要那麼多人念法律系就不會 就不 你不要製造那麼多法律系學生出來 你後面就不會有那麼多困擾 那這些人去哪裡的問題 哦 是這樣管制嗎 我們馬來亞大學 比如說一屆的法律上 大概只拿一百多個 一百多個裡面 大概也只有20%到30%是華人 所以那個名額是真的 真的蠻難的 而且你要知道外面很多人 都想進法律系 對 然後進不到他就只好去 私立大學念 OK 我記得 東五也會有 馬來西亞人來台灣念法律系 有哦 他來了就回不去 對 我就很好奇 那有辦法回馬來西亞嗎 沒有沒有 台灣的法律文庭 不是common law國家 對完全不是 所以他就不能來馬來西亞 不能用這個文庭來馬來西亞念法律 或者職業 他不能考你剛剛講那個考試 對不能 他完全白念耶 他可能是自主選擇的吧 他應該知道吧 他可能想要留在台灣 對對對 做其他事情 對因為他可以 花修身份可以留在台灣 考台灣律師吧 可以考嗎 應該可以吧 就算不能考也可以進法律產業 也對 好比說像法律白話運動 歡迎 那考上律師之後的 在馬來西亞的律師收入好嗎 嗯 就在台灣好了 就台灣律師算收入好嗎 不差啦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 很相對就是 律師的收入跟 跟小行業比 算 算中上 對算中上 那也沒有到頂尖 就是頂不頂尖還是靠自己的能力 你有 你不能總是拿那個就是 什麼理念組這種 對那不一樣 那法官 無資格那種 他們都太強了對不對 對他那種年收入千萬的 那你哪個產業沒有年收入千萬的人 對啊 對啊 可是你說抓到一個 average 中位數以上的 可能比大多數人 可能好一些 好一點點對 可能也沒有 可是你要說真的非常優渥 你知道排北律師公會之前去 統計 不是統計 有時候統計 就是個人經驗那種 就是大家會交流 什麼世界各國的律師會交流 說什麼去大阪 去曼谷 去紐約 對 然後每次回來的經驗都是說 台北律師費好便宜 每一次交流回來的 大家信的就是 為什麼台北律師費這麼便宜 對沒錯 連去曼谷回來都這樣 那馬來西亞呢 你有聽過馬來西亞 這今天聽聽看 我們先拿實習律師來說 實習律師的話 在馬來西亞 我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我的標準是少過馬幣兩千 就完全不要接受 完全不考量 你說一個月兩千 對一個月兩千 一個月兩千 你說馬幣兩千 這樣台幣 馬幣兩千大概多少 一萬三 一萬三 這是實習律師 不是正式律師 實習律師 但因為每個國家物價不太一樣 很便宜嗎 對在台灣一萬三 我看一下 馬幣一萬三 他說馬幣兩千塊 馬幣兩千 對 差不多耶 差不多一萬四 一萬四 實習律師 在台灣有點太便宜 太便宜喔 凱莉他們也是這樣說 真的太便宜 但是因為我在貴姿這邊實習 我更便宜 你的工作量有到這個等級嗎 你自己說你昨天寫這個書狀 才幾頁而已 你在跟我四頁而已 後面我自己幫你家裡備東西進去 你叫我寫四頁就好 你不要寫太多 不要超過四頁還五頁 結果你漏寫一大半 漏寫我爛 這是實習律師 實習律師 然後九個月之後 正式的律師 起跳 我的個人的標準是 至少要四千 馬幣四千以上 四千大概變台幣兩萬七 對對對 但其實我們波動很大 就是一些大型的律師事務所 可以給到非常非常高 要這樣問好了 那吉隆坡通常大學畢業生的工作 大概是多少錢 要跟當地比 對 有有我覺得三千多四千 其他領域吧 對 我覺得這個聽到官方講 因為每個國家物價水準 都差異非常非常大 對 所以我覺得 因為這樣聽起來 就是在台灣 算下來的話是蠻少的 對不能不能 不能台灣 不能這樣比起來 當然台北律師跟東京律師比 我也大哭一場 哈哈哈哈 對啊 對因為像我那天 我聽我朋友在這個西雅圖 你知道租金換算下來台幣多少錢 你知道嗎 多少錢 他租一個套房啊6萬 還7萬 西雅圖本來就是啊 真的是要求 所以差異甚大 我朋友在紐約工作 他說紐約曼哈頓的那個房子太貴了 他住在對面那叫什麼地方啊 紐澤 紐澤西州 一個月也要13萬 我說紐澤西州一個月也要13萬 哇塞 他每天要搭火車進紐約上班 對啊 他年薪已經300多萬耶 換算台幣 還住不起曼哈頓 所以看那個物價本來就是這樣 差異很大 對啊 所以你的收入在馬來西亞 算是好的嗎 我現在是自己的律師 律師事務所啦 所以我們就沒有拿去 收入都花在馬來西亞 算是可以 所以你是個rich guy嗎 不算rich 看起來像嗎 不像吧 看起來很像 沒有 看起來很自在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看起來OK 所以大部分的馬來西亞法律系的人 其實結束之後大家不是走的路都差不多嗎 大家的收入 走的路 走的路 對 台灣的法律系畢業生主要就是 考律師 考律師 司法官 司法官就分成檢察官跟法官嘛 那不做這三個的話 就是 就可能當公司當法務 法務公司 銀行法務 銀行法務 或者是 不動產 對不動產 或是來法律白話回去 你法律中 還沒有那麼多職缺可以 不才幾個人而已 雖然成為一個實驗的選項也是挺厲害的 那怎麼考法 他們在馬來西亞當檢察官跟法官 也是另外一個system嗎還是 是 檢察官法官就是 我們叫我們就去 我們的國家的總檢察署下面去工作 那好 那如果我今天是馬來西亞大學 就你們的那個 馬來亞大學 馬來亞大學 最厲害的那個大學畢業 我可以就去受訓嗎 如果你是馬來亞大學最厲害的學生 一般上你不會要進 在我們那邊 一般上你不會要進總檢察署去 去做 去工作 畢業班上都會選擇私人律所 哦 所以 因為薪水更高 哦 所以在馬來西亞當律師的地位 比當司法官跟檢察官更好嗎 是 哦 很酷耶 很多國家都是這樣 但是因為在台灣其實不是 而且對於華人來說更加如此 司法官檢察官比較說是馬來人比較 馬來朋友比較傾向的選擇 因為工作穩定 啊 然後你算是政府 公務員嘛 然後 穩定 然後進程的路是很明確的 啊 然後你如果在私人律所你的壓力會很大 工作量會很高 甚至是 你就是沒有work life balance的那種 在馬來西亞工作 但是如果厲害的話 就可以當律師事務所所長 跟邵康一樣變成一個rich guy 沒有是 沒有rich guy 不要我自己寫 檢察官是考試考進去的 不用 你就 你畢業之後 然後你就申請進去 哦 他是用面試的 他就面試進去 那法官呢 法官的話是由國家的 我們國家的君主去委任的 委任的 我們國家是君主立憲治 君主立憲治 對 所以我們的是由最高元首 在首相的勸告之下去委任法官 那他的標準是什麼 誰可以被委任 憲法裡面沒有寫 憲法說就是他會根據首相的建議去委任 所以馬來西亞的法官是被挑選出來的 啊 對 好特別哦 地方法院這些都是嗎 高級 高庭以上的法官其實都是需要委任的 然後那些 我們說地方法庭啊 我們的地方法庭跟推示庭的那些 那些是可能從 如果你做檢察官做了一定的資歷 他就把你升上去做法官 也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大家如果要走入司法體系的話 都要先從檢察官做為開始 對 才有可能道辯法官 不一定 另外一種情況是你在私人領域的私人律所 你做了很久 然後你做了 比如說做了三四十年 就是資歷非常深 然後法官 就是法官領選委員會那邊 他們就覺得你可以做法官 他就會問你要不要做 OK 然後你就會 如果你接受你就會 我們叫 Judicial Commission的司法專員 然後其實是 就是 法官的實習生啦 類似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做一段時間 然後 他們覺得OK的話 那你就可以正式做法官 假設我當我職業三十年了 我一定覺得我超屌啊 對不對 那我幹嘛當法官 有不同的選項了 還是他是一個社會地位等等之類的 不一定 你如果要當法官 你要能夠耐得住寂寞 對 然後你就不能到處去有各種 印象來講 而且法官其實他的 當法官的樂趣 我聽我一些比較資深的律師朋友說 他當法官的樂趣是你的案子可以接觸到很多 然後你可以做決定判案 但是在薪水方面還是 其他的福利方案都不如 如果你已經做了 在私人律所做了三十年 你已經是 這些真的是rich guy 就你其實沒有必要去 但是如果你是熱誠 對法律真的很有熱誠 然後想通過自己的判詞 去推動馬來西亞的法律發展 那這些人就會去做法官 酷酷酷 其實這個也不錯啊 因為他已經賺寶了 對啊 他才不會貪污 這是誰講的 這高薪養簾的真的 高薪養簾 而且司法改革裡面有些人 不就覺得說 這樣才不會廣東法官嗎 對啊 就是因為他已經在社會上有歷練 所以他進入到法界當法官 他看過一些 當然這個有各種不同的想法 這有不同的想法 這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這個做法 在come on law 國家比較容易看到 對對對 come on law 國家選 他們培養法官的方式 很常是這樣 就是律師跟檢察官是 先培養 都會是比較基層的 法官你要當到法官的人 都會是 在所謂基層裡面有歷練過後 你再被挑上去 對 這個制度經歷不好的話 他就會變成 法官這工作沒有想做 對 之後被挑上去都是一些 雜魚 沒有願意被挑上去 但是如果這個國家的 司法體制裡面 有很多有熱忱的人的話 那就很棒 所以馬來西亞比較 就真的比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對 我們還有一個比較傳奇的人物 在馬來西亞就是 他是一名律師 很資深的律師 然後 他傳奇是因為他直接上去做 上訴庭的法官 他跳過高庭 他直接做上訴庭 然後他再上去做聯邦法院 高庭上面還是上訴庭 OK 我們的高等法官的排位 是這樣的 高庭 high court 然後就上訴庭 往上 然後聯邦法院 聯邦法院是最大的那個 那地方的叫 地方的在下面 地方的叫推示庭 以及地方法庭 就有五個 對 然後下面兩個是 地級法庭 上面三個是高級法庭 所以就分成 地方 地級法庭跟高級法庭 然後高級法庭又分三個 三個 對 那很多省 對啊 你們有五省嗎 不會 就是如果你的 比如說 是看案件性質 看案件性質 看案件性質 進入不同的庭 對 看案件性質 但是上訴也就只有兩次 OK OK 不管怎樣都好 所以好 我們高庭跟上訴庭 對 什麼樣案子會去高庭 什麼時候去按上訴庭 所有的案件都一定要進 先 不能直接去上訴庭 OK 你 either去高庭 或者是你看你如果金額比較小 你就去地方 地方法庭 那如果你在高庭输了 你才可以去上訴庭 所以上訴庭的工作 他只能夠聽上訴 所以 那聯邦庭是幹嘛的 聯邦法庭就是你在上訴庭输了 你要上去 所以有點像憲法法庭嗎 對 就如果你需要宣誓憲法 你就要去聯邦 就要申請 做一個申請 然後去聯邦法庭 聯邦法庭全市好了 我們再下回來 那你要講傳奇人物他怎麼樣 他就升到去聯邦法庭 做聯邦法庭的法官之後 然後他退休回 他退休之後 他繼續做回律師 然後又再繼續去聯邦法庭 去argue case 然後那些聯邦法庭上面的那些 全部律師全部都怕 蔡之聖 黃紅俠 這件事情即將發生了 差不多的意思 黃紅俠如果先來去當律師的話 對啊 全台灣他打憲法訴訟 只有他可以說 他如果打一般訴訟 那些法官也會一樣感覺 對於我們台灣最近有一個大法官 就是要卸任的 他就是律師 如果他就是當律師的話 就會像你剛剛講 應該會吧 我覺得這些人他們 他們嫌不下來 嫌不下來 那那個層層人物叫什麼名字 他叫哥巴斯里蘭 哥巴斯里蘭 然後他的最近也是剛剛去世 79歲的時候去世 上兩個月的事情 然後他很多著名的案件 包括最近就是在他的控告之下 讓這個我們前首相 子伊納吉也是的檢查案 也是他去負責的 就是他負責起訴 他負責起訴納吉 他負責起訴納吉 那不是律師嗎 一般上是由總檢查署去起訴吧 對可是總檢查署是說 就所謂的外包或者聘用他 作為總檢查署方的 主控律師 主控官 在馬來西亞 刑事案件會外包給檢查 會外包給律師當控方 是情況可以 有這個權利 我上一次看到台灣類似的東西 叫做319真相調查條例 裡面有類似的條款 但平常是沒有 其實這個在英美法系國家 確實會 會蠻常有這樣的制度 對 就是在英美法系的國家 這個 他們這個檢審便 這個參交體系 比較模糊 會比較完整 尤其是這個 所謂的控方 也就是檢查官這邊 在英美法系國家 會比較 沒有爭議的是行政權 因為台灣會有這個 是不是 行政官 行政官或者是司法官的爭議 那在台灣之所以會去炒 檢察官是不是司法官 是因為檢察官過去被國民黨 對 被官方控制 沒錯 所以檢察官希望要有獨立 司法獨立 所以就會主張自己是司法官 藉由主張自己是司法官 來讓檢察官 可以不要被國民黨控制 但是合過頭來檢察官 到底需不需要這司法官 來得到獨立權 這個是很多學者在辯論的 那我們先不考慮這件事情 那我們先不考慮這件事情 那在馬來西亞 美國這些國家 比較沒有這件事 他們是行政官的情況下面的話 那你就會很簡單 如果他今天就只是 政府一個部門的話 那政府也可以把這件事情 外包給人家做 所以有些可能大案件 就找比較厲害的律師來幫忙 所以就會有這種有趣的現象 所以甚至小案件是檢察官 小案件可能是警察自己起訴 那大案件可是警察 警察偵查完之後 把資料送給一個律師 讓那個律師來當檢察官 然後有一些可能 自己有一些 有一些專職的檢察官來做 所以可能運作方式 跟台灣完全不一樣 蠻有趣的 對 因為comer law 就是跟大家講 因為台灣是大陸法系的 那這個紹康他們的馬來西亞 是comer law 對 那就是英美法體系的 所以他們可能會跟英國啊 澳洲啊 或比較接 台灣可以學習啦 像是 律師案件比較多啊 這委任給我啊 因為我覺得 我願意接受這個委任 這樣我可以賺錢知道嗎 聽起來我覺得在comer law的國家 律師的地位 是比較高的 對 我覺得聽起來是 聽起來是這樣 還好吧 還好嗎 在馬來西亞的我們說 我們刻板印象就是 華人的家長 就是還會希望孩子 當醫生或者律師 這個在台灣也是 應該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 因為華人愛錢嘛 對啊 可以賺錢的地位都會比較高 對對對 對啊 我覺得律師真的 不錯啦 但是真的沒有 我覺得律師要當賺大錢的律師 還是是有點困難 律師不會餓死 不會餓死 對 然後律師至少人家會覺得 除非你超級不認真 對 或者你捐款而逃 然後被人家欺負 那就招 然後律師這個行業有一個好處 是有很多前輩在前面 送訴 對 所以乘良的 所以你可以乘良 所以在社會上會讓你覺得 好像自己有面子 對 但搞不然根本就是個屁而已 對 就像我啊 對啊 對啊 在很多其他的行業可能 大家會覺得這個行業 做這個行業的人 沒有什麼 可是你如果是個律師 人家覺得你是律師好厲害 可能你就是個超爛律師 對 之所以人家一看到律師 覺得你好厲害 是因為律師行業 已經有很多人厲害 前輩在前面 幫這個行業打下基礎 對 我覺得這是當律師的一個好處 對 就像楊貴是當律師 蠻厲害的 但劉瑞沒有 現在節目上一直捧我 還回去要多寫兩份書 為什麼 讓自己趕快厲害起來 那我們要不要談一下 就是你在做就是這樣囉 我想要問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剛剛都是 因為剛剛是問律師的薪水 那馬來西亞 民眾找律師的話 大概付多少錢 oh hour rate之類的東西 看 ok 最一般的 最basic case 最basic case 比如說我們 比如說我們說 追討 追討債務吧 好 比如說他朋友 朋友借了錢 他不要還 然後我要找個律師 追討債務 如果要請你的話 比如說我們律師 事務所要合作的話 有時候是這樣子 跨過合作 我的客戶要找我 案件看一看 要去馬來西亞打官司 那製作就這樣子了 因為客戶自己要 去馬來西亞打官司很難 通常就是 客戶找我 然後我來幫他找馬來西亞律師 然後我來協助他接槍 對 律師跟律師接槍 那我就請你報價給我 那你怎麼報價 我們通常 報價其實看案件的類型 第一看案件 涉及的金額有多少 然後看他的複雜程度有多大 當然 金額越高還是 案件越複雜肯定就會越高 但是如果我們普通說 普通的話 比如說出一封追討債務的律師信 大概我們馬比800元左右 出那個追討債 800到1000之類的 OK 然後如果起訴 如果你要起訴誹謗 那誹謗的話 律師信會長一點 因為你必須要寫下所有他 誹謗過你的什麼話 什麼時候說了 說了什麼 那種律師信會比較長 那可能就馬比兩三千左右 那信是說寄給那個人 還是寄給那個人 寄給那個人而已 寄給那個人 不是幫他寄到法院去 還不是 出了這封律師信 就是跟他說 你要求他什麼 道歉賠償之類 不然我們就起訴到法院去 律師喊 律師喊 純正信喊 那如果幫他打官司 會怎麼算錢 進到審級裡面 進到審級 我們就看案件的複雜程度 我們律師 比如說誹謗的話 我們大概 如果說是在高庭的話 大概是5萬馬比 打完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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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說太便宜了 看吧 是多多反應 看是夠反應一樣 不是因為5萬 他們 他們收馬幣 對啊 我們收5萬新台幣 開始玩笑 對啊 很高 一樣收5萬人家收馬幣 我們收新台幣 你看 我不小心幫我自己這樣講出來 因為一般律師最basic 差不多就是這樣 但也不是說一下子就收完5萬 看每一間律所 他們的收費都不一樣 有些是按小時收費 對對對 有些是先收三分之一 然後如果中間你們雙方可以庭外和解 那就剩下的都不收了 就不自由 這跟我們差不多 這跟我們差不多 但是你那個金額跳得很 太快了 一個省級就不換馬幣嘛 對啊 他這費用是一個省級嗎 然後通常第一次省出省的話會更貴 因為你需要傳召真人嘛這些 工作量會大 然後通常如果你在 在在上訴上去的話就 工作量沒有這麼大 然後你就會稍微便宜一點 欸這 欸聽眾朋友聽到沒有 台灣律師多便宜啊 對啊 台灣市來這邊選律師貴 而且我們有個狀況就是 我們的一般的人民 他們會覺得上越高 越貴 越貴 但其實第一省是最累的 第一省最累的 最累的 其實你這樣講 上官這樣講才合理啊 但是民生人民不懂啊 民生人民不懂啊 民生人民不懂 他覺得 他覺得你上最高法院 好厲害 好厲害 所以要貴一點 他願意付你多一點錢 但其實上最高法院 其實工作最少 一省最累 對啊 這個觀眾 我之前有個案件 就是在帶陸越去開庭 然後一省嘛 然後一樣就是要傳證人來嘛 你一定有來嗎 你自己說從今晚到幾點 你說 不要講出來 我們開了24小時 哪有這小時一半啊 12小時 誰那麼厲害啊 我們開了12個小時 然後9點半進去 晚上9點半出來 然後中間 中間法官說 那個晚飯時間 可不可以 不要那麼長 對 然後解答官說不行 太累了 要休息 堅持要吃飯吃1小時 然後我們後來覺得 真的好累不行 你們審訊可以開到晚上的嗎 不是 因為那個案件真的太 太扯 因為正人講太久 正人講的時間 比我們預料都還久 然後法官也傻眼 然後正人好不定講完之後 後面還有一個證人 光那個證人就講4小時 然後我們就 那個證人講完之後 腦袋進去滑了 天哪 所以你們越上去越便宜 一般上是 喔 或者說不應該 不應該收到像 初審一樣的一個價錢 這個我不要讓聽眾知道 我們等一下剪掉 哈哈哈哈 沒有 可是這樣比較好啊 因為大部分的案件都會是一審的 嗯 你要有一審才會到三審嘛 這樣 而且這樣才是健康 這樣才健康啊 一審貴 對 然後二審稍微便宜 三審更便宜 對 這樣律師才願意把工作量集中在一審 對 那如果三審才能收比較貴的話 所以律師就會希望案件 都要上到三審 然後不管怎麼樣 都會勸當是你一定要上訴 然後亂七八三案件也要到三審 台灣的案件莫名其妙都會去三審 然後沒有理由要亂掰 然後反正被駁回是當事人的事情 然後最後要發現到之後 反正就多駁回 嗯 然後反正就給他賺下 你們聽起來很好欸 還好 很健康欸 所以台灣的案件如果要賺到這個五萬馬幣的話 要一二審加起來 一二三審加起來 才有可能 欸有些律師你知道什麼嗎 三審後面還聘一個再審 對 因為三審定驗之後 理論上就沒有得上訴嘛 可是三審收受再審判決後 30天內有個不便期間 可以提起再審 要有新事實新證據就可以 你知道因為 自己還遇過就是有那個提起再審的 我想說 怎麼有人提再審這種東西啊 然後我老闆就說 那就是有些律師就 那種不需要律師騙錢的 但是通常如果案件去到最高的聯邦法庭 那時候呢你可能 通常這種情況我們會 另外請那些我們叫council 就是 另外請一些比較能延善到的律師 通常這些律師第一他很紫審 第二他很貴 所以也不一定說你到最上面的 可能就是因為可能你原本的出審的律師 他沒有信心要能在最高的法庭那邊去撐遲 他就會請另外一個council來幫他 你剛剛講很關鍵能延善到 為什麼上聯邦要那麼能延善到 二三審會開庭嗎 二三審會啊 Aural argument 我們叫oral submission 就是不傳扎這人 但是你就是針對法律的問題 question of law去一去 就是事實的問題已經 證人已經說了 然後我們就針對法律的問題去argue 那麼這些情況 為什麼說出審的法官律師 他不願意上有幾個原因 第一可能是他資歷沒有這麼深 第二個是他英文不夠好 會有一些會議這樣 因為洛伊在馬來西亞賺不了錢 My English is bad 那些專門打聯邦法庭的那些 那些那些律師是真的是很資深 然後英文超級好 然後這個法律的思維跟他的argument 全部都非常非常強 我們叫topcouncil在馬來西亞 topcouncil 就是這些人他們不去打審訊的 他們不去做這些傳扎 他們就是專門接那些其他的律師 要上聯邦法院 專門 就專門接這些 這些真的是很資深很強很強的律師 那通常這些律師都很少華人 都是那些印度人 然後受英國教育的那些 印度人 對我們 馬來人 馬來人很少 就在我們法律界裡面 最能延善到的通常就是 受西方教育的印度人 這些top的全部都 這個真的是 就是種族這個議題政治跟我們是 跟我想像不一樣 因為馬來西亞 我以為在這個地方 最厲害的應該是馬來人 對啊 最多是馬來人 但是最厲害未必是 哇 難怪那個quota要保留給馬來人 有啊 這跟台灣其實過去很像 在台灣 以前在台灣最多人是台灣人 但是精英階級都是什麼 外省人 其實也有可能有 但是脈絡不太一樣 可是外省人又很厲害嗎 去武漢那個 那個不厲害啊 那個很糟啊 所以最糟的就是現在在去 在中國那一個 我在平行世界 我在平行世界 他覺得疫情控制得很好 神經 神經 人類世界沒有被疫情 哈哈 白癡 我們在講我們的前總統 哈哈哈哈 不知道你有沒有follow到這個 我們的前總統 我們現在總統跟前總統都出國玩了 對 一個去中國一個去美國 一個是美國 對 然後分別借一些大 對馬來西亞報紙都有報導 我們那首相也去了中國 好大家都出 現在疫情結束大家都趕著出國玩 對沒錯 那幫我們談一下你在做的那個就是講囉 因為我們剛剛講了蠻多馬來西亞法律的東西 剛剛都講一些律師的工作 是很有趣 對我覺得跟台灣真的是完全不太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對那談一下就是你在做就是講 你們有做podcast 然後你們有IG 啊對 那做到現在有什麼心得嗎 我覺得心得是好難做 哈哈哈哈 怎麼說 怎麼說 因為我們我們的人口基數不大嘛 而且我們我們我們是以中文來做的話 那就更小了 OK 就是在馬來西亞人裡面 20%的華裔族群裡面 也不是所有人都念法律 或者說對法律有興趣的 那就這個人口就進一步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所以我們的 我們當時候也是 沒有想過這個觀眾方面的問題 我們就fuck it with it 我們就說 我們就說我們要講的內容 然後我們就這樣 然後雖然人數是不多啦 收聽人數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有一個爆炸性的成長 但其實收到的觀眾回饋都說 他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還會積極吹羹這樣 哦 那你們經營podcast經營到現在多久了 你們做多久了 我們2020年尾發布第一支 然後到現在 中間有一段時間懶散去了 那也很久了 兩年了 兩年對 一年多了 現在應該有50多集 剛看最後一集 53 那應該是在2月尾 2月尾 最後一次上 今天3月很忙 法官那你 那這什麼意思 法官那你 周末降禮貌 什麼意思 哦 那個字不會念 那個是 看一下看一下 因為這個 哦 周末是為什麼的意思 哦 就是做什麼 然後說成周末 就是馬來西亞的一個 當地的表達 所以你們的降 都是醬子 啊對對對 我們念的時候 我們會念成醬 這這樣子 因為在台灣我們也會講醬 但是通常是 網路用語 裝可愛的時候 我們是很熱場都在用 哦這很酷耶 就是醬 因為通常那個醬 都是在那個 跟情侶之間講話說 你幹嘛醬 啊 這個裝可愛的用語 所以我剛剛看 哇你遠遠是個 好可愛哦 我覺得這個第51集的這個主題 在台灣應該也很多人有興趣 我家隔壁的神秘奧太煩了 哦 這是支扰嘛 我們叫Nuisance 就是你隔壁 雖然不是你的地 但是他做一些活動 讓你沒有辦法享受你的 你的物業的時候 就是可以用這個方法去起訴 台灣之前也有這個議題啊 什麼青山宮繞境的時候 就被那個萬華那邊居民嫌太吵 然後後來就去協調 什麼晚上就繞境可以 在晚上10點後不要放鞭炮 這個在馬來西亞 我之前去馬來西亞 我研究所的時候 去馬來西亞 曾經過一個什麼 模擬WTO比賽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馬來西亞 然後我們是去馬來西亞 什麼法官學院之類的地方吧 我反正不知道 他名字是個馬來文 只是我完全不知道 但他們告訴我 那邊就是什麼 訓練司法官的地方 OKOK 當地人跟我講的 應該是中檢察署你去的 我猜應該是 但是因為旁邊是荒郊野外 這樣是啦 就是住的地方也不錯 可是說窗戶打開來 都是樹林之類的 然後遠遠的地方 就是有一些社區 然後第一天早上 第一天早上被很 可是第一天早上被 被一串神秘的聲音叫醒 那種 清真寺的 禱告聲 對對對我們嚇一大跳 然後這什麼東西 因為在台灣 如果是有這種社區的聲音的話 通常是什麼 空襲警告才會有 對對 我們那邊很普遍 沒有經驗過這種東西 然後是什麼意思 然後每天就是不定時 都會一直播這個東西 是定時的 其實是定時 一天會播五次 所以你看 定時到你覺得是不定時 因為它一直出現 因為它就會突然出現 又突然出現 然後因為它又聽不懂 它是跟著穆斯林的祈禱時間 所以一天會有五次 然後在馬來西亞的回教室 伊斯蘭教室 我們的主要宗教 對 所以所有住宅區附近 一定有一家清真寺 然後就一定會 我們馬來西亞 我們已經訓練到時候 我們就聽不到了 你習慣了 已經習慣了 完全聽不到了 那你們做到現在 你有沒有覺得 有什麼樣比較大的阻礙嗎 會不會就是 好比說有些議題啊 可能不太能談啊 或是你們的法律 跟法律有些不太一樣 是有些東西不好講 等等之類的 有一個好 我們還好 是因為說我們是用中文 我們是用中文的 一般上政府不太會理中文的自媒體的 因為他們聽不懂 他們不太會理 當然我們自己也拿捏得很 我們其實就是在把法官寫過的判詞說出來而已 所以基本上法官的判詞是public document 就是公開的 所以我們講也沒有什麼 而且就是我們只是轉述 而且不會有任何問題啦 夜半上我們這樣子一個作業模式是不會有 就算過不會有風險 沒有法律風險 可是這樣我就真的蠻好奇一件事情就是 所以聽起來就是 在馬來西亞 種族跟語言 其實是一個issue 就是你看就是 你如果作為華人 他可能在社會上的位階 會跟馬來人 跟或者受西方教育的印度等等之下 會不太一樣 所以你才會講說他管制比較管不到 可不可以稍微講一下就是 他比如說做一個華人在馬來西亞是一個怎麼樣的狀態 因為其實你看我們其實你們馬來西亞有個歌手 黃明志在台灣很有名 他就會一直好像很想要替華人發聲 因為我印象他非常 他第一首歌叫麻婆的華語 很清楚嘛 因為真的有歌我覺得超級好聽 超讚的 對那他就會是 他就一直講到就是說什麼 語言沒有 語言沒有什麼性 只有什麼地區性 他在強調語言這個重要性 所以馬來西亞華人這件事情 在馬來西亞是一個怎麼樣子的概念 你覺得馬來西亞華人是怎樣呢 就台灣人以為馬來西亞華人是怎樣 OK好我講一些stereotype好了 可以 第一因為你們都用簡體字 所以他們很多的台灣人就會覺得 很輕忠 第二因為馬來西亞華人的很多媒體真的很輕忠 他們都會講一些比較親中國的話 所以很多人會對於馬來西亞的華人很輕忠這件事情 是不能諒解的 OK 馬來西亞華人不是所有都輕忠 但是確實是有老一輩的人非常輕忠 以至於輕忠到說 我們給他一個特別的名字叫中華膠 有有有這我聽過 這我聽過 我講那個那個那個 林偉帝他們出版那個書裡面就有提到 中華膠 對這是一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算是馬來西亞獨創的一個字眼吧 我不太清楚 香港的左膠 對 變形而成的 對 所以確實會有這些人 但是其實是 我覺得算是老一輩的人會比較多 現在的年輕人基本上都親台啊 哎呀 我們只是 除了我們不會寫繁體字之外 我們其他都很親台 看我們聽的歌手 周杰倫 蔡依林 聽法歌電台 哎呀 好親台 對 然後綜藝節目其實很多也是看台灣的嘛 然後流行音樂 這些文化方面的影響 其實受台灣影響蠻大的 在早期啦 現在因為中國大陸的娛樂行業也起來了嘛 導音之類的 還有他們的綜藝節目啊 我都做了 都砸大筆下去做 所以 但是我們 不會說因為我們看中國的節目多 我們就覺得我們政治立場上是親中 甚至現在是如果你說你親中啊 反正的話 就在年輕一代的人覺得你很不酷啊 就不酷 那很糟耶 很不酷就不行了 你看一下馬來西亞人其實還蠻多 都喜歡來台灣念書 都 這是真的 對 就比較有親切感吧 我覺得 所以馬來西亞華人不是親一色的去親中 但是 中文官方媒體或者大的中文媒體機構 有沒有親中跡象 覺得是有 甚至我們首相去了中國回來 他也說了嘛 我們國家的立場是我們支持一個中國人 對 他剛剛說的嘛 那就不代表我們人民的立場 馬來西亞的華人 有這種共同體的感覺嗎 就是他會怎麼認定 就你們會怎麼認定自己跟馬來西亞之間的關係 這其實 這是很複雜的問題 這是很複雜的問題 非常複雜 有時候是可能沒有禮貌的問題 他沒有禮貌的點 譬如說 端餐媒之間有個 我忘記是端餐媒的報道 就是馬航失事的時候 對 就會有這個 這個切剿我覺得有趣 就是馬航失事的時候 中國的網民不諒解 他意思好像是會不諒解馬來西亞的華人 這飛機上面有中國人 對 就變成馬來西亞華人 到底是要幫馬航 因為馬航是馬來西亞航空公司 就是他們又害中國人死掉 就是他們就有中國網民覺得 為什麼這些人不幫自己國家的人講話 我覺得這次言論就是 這是很奇怪 但人家不是 他是馬來西亞人 他們是中國人 會覺得你們是中國人 可是他們是馬來西亞的華人 對 所以我覺得東南亞的華人 都會有這種身份認同的 特殊的問題 對 對 我覺得你談的是沒有錯 那其實 即便到今天我覺得 對馬來西亞華人來說 我們的身份認同 總還是會有一些小糾結的 我們肯定是效忠於我們國家 沒有錯 我們都會說我們自己是馬來西亞人 對 但是我們的語言 還是我們所接觸的 甚至我們 我們在學校裡 雖然學校沒有教喔 學校或者官方的課綱裡面 是不會教你中國朝代歷史 但是我們華人基本上都會自己去客外讀物 我們都懂常送給民情 甚至是看港劇這些 然後古裝片 我們全部都懂 所以我覺得在身份認同上 我們還是以馬來西亞人自據 但是在馬來西亞內部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在一些政策上 政府好像沒有 沒有像那麼公平的對待華人 明明我們也是有 出一份力來貢獻國家 我們講的稅是一樣的 然後 但是在進大學進房的一些方面 又沒有同等的機會 然後買房沒有折扣 類似這樣的 會有一些心理上面的落差 也是因為這種心理的落差 就導致會有很多人 就期待中國強大跟崛起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 看中國崛起了之後 才會有人家長把孩子送去華校 然後學華語 不然以前都不要學華語 都要學英文這樣子 所以就會有各種各樣 社會現象在拉扯 我覺得到現在 這依然是一個很好的議題 在馬來西亞 那這個議題在政治上 會有什麼反應嗎 因為好比說像 你們的馬來西亞政黨裡面 像就有一個黨叫伊斯蘭黨 那很明顯是 以伊斯蘭這個宗教為基底 那有另外一個黨叫做民主行動黨 那他好像跟華人的關係 就比較密切一點 直代行動 比較像 但是他們自稱不是 自稱不是 然後目前執政的是希望聯盟 以前的巫統 我忘記他後來解散了嗎 我記得被馬迪分裂 沒有 還在 還在 那這些政黨之間 有什麼樣子的關係 或什麼差異 跟華人有什麼關係 我蠻好奇的 在以前 馬來西亞華人會投票給一個政黨 叫馬華 馬華公會 馬華公會 馬華公會是和務統的盟友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我們相信 在朝 什麼 在朝有人好辦事 在政府代表裡面 有華人代表是比較容易辦事 OK OK 但是因為務統一黨讀大太久 然後他有各種各樣的貪污行為 弄到華人選民一般上非常的 越來越不滿意 所以我們過後就大量的把票轉給這個 當時候戰野黨就是民主行動黨 對 然後我們投票形象很明確啦 就是所有伊斯蘭黨我們都不投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推伊斯蘭教議程的一個政黨嘛 所以他們就會主張關投注站 關掉戲院 但他們這個州屬裡面是沒有戲院的 真的喔 真的 關投注站 那個樂透 樂透之類的 他們就全部關掉 然後華人就不喜歡嘛 為什麼不喜歡戲院 他們就說 電影院嗎 電影院對 電影院 不能看電影 他們的州屬沒有電影院 他們覺得娛樂是一個不好的事 伊斯蘭律法的關係 伊斯蘭教育的關係嗎 我不覺得伊斯蘭 我沒有念過可蘭經 但是我不相信可蘭經會禁止電影院 對啊 但是他們的執政方針就是他們禁止電影院 畢竟我們尊重人家文化 我們還沒有查核過 我想像上可蘭經應該不會提到電影院三個字 畢竟沒有電影院 我想像上應該是這樣子 對 所以邵華應該說他們那個是他們 上方意思是說他們 後人全是出來的 就是希望大家過比較 對對 甚至是說來開演唱會也是他們會 會吵 就Blackpink之前來馬來西亞 他們就說為什麼要給Blackpink來馬來西亞 這種就是賣弄性感熱歌熱舞的 很棒啊 不符合我們穆斯林的價值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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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愛到不行 其實我們也是愛到不行 其實很多很多馬來女生都很喜歡Blackpink 但是就是掌权的那些宗教 實在是他們就會炒作吧 他們的政府議程 真的是想法會比較極度保守 對 手動極度保守路線 然後繼續講其他政黨 然後在馬來西亞華人一般上 現在的民意傾向大概有95%左右都會 繼續支持這個民主行動的 當然主要是有幾個 因為第一他們有很多年輕的 精英 新一代的精英領袖上來 比起馬華就是已經看不到有接班的 接班的下一代的領袖之類的 然後第二其實他們做的也蠻不錯 就我覺得會有這樣的一些 一些一些跡象導致他們 把馬華公會給遺忘掉了 就現在已經不太有人會提到馬華 OK了解 對因為我就是在那個四年前的時候 四五年前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是馬來西亞第一次政黨輪替 對 那時候我稍微了解一下馬來西亞政治 那後來就比較沒有繼續這樣 所以我每次看到別的國家人來 我都很想問他政治政黨的問題 我覺得很有趣 蠻合理的 所以馬來西亞的華人 在馬來西亞並不是多數 不是多數 但他們卻掌握比較大的權力嗎 還是也並沒有 也並沒有 也並沒有 因為之前有聽到有人有這樣子的講法 馬來人的政客很喜歡炒到一個課題 就是他如果我們打開馬來西亞首富榜 馬來西亞最有錢的十個人的話 其實蠻多是華人加印度人 但是很少會有馬來人 為什麼 但是其實是有一兩個 為什麼呢 我只能說我們華人比較刻苦耐勞 然後比較勤奮 真的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從初生開始 我們就知道我們不能依賴政府的資源 所以我們不管是念書還是什麼 我們要靠近國立大學 我們就要付出更多努力 還是怎樣 然後我們要 我們不管是經商也好 還是做成商 你就不能 你沒有身份的保護 所以你就只能夠更加努力 然後我覺得華人在基因上 經商確實是比較有一套 這是馬來人朋友也承認 他講華人的數學不懂為什麼 就是特別的好 因為我們唸 我們唸數字很容易 1 2 3 4 5 6 7 馬來人是唸 1 2 2 3 那個音節很多 我們有9981 他們那邊 就是 哇 好好聽喔 很複雜 很複雜欸 對 這講很有道理欸 就是音節很多 他數學很文學 對 聽起來很複雜 就一個刻板印象是 華人數學跟經商的頭腦都是 比較厲害的 所以難怪華人都喜歡務實的人 你看 華人多務實 講話多務實 大家都喜歡科文 哈哈哈 語言看出民族性欸 那你們怎麼看待台灣的政治 我們 我其實對台灣的政治比較少涉獵 但通常 偶爾會從報章上看到 太陽花學院的 然後之前比較紅豆 最早期的就是 陳水扁下台嘛 然後就被判刑嘛 然後過後就有太陽花學院嘛 然後有福茂方面的爭議嘛 然後到現在有很多那些 政黨都覺得 然後韓國瑜柯文哲這些人物 也會進入到馬來西亞的媒體的視線這樣子 票高是什麼 票高是選什麼 票少的書 票多的贏 這個高雄發大財的口號 其實馬來西亞人也懂 哇賽 聲明遠迫 哈哈哈哈 果然只有韓國瑜可以帶台灣走向國際 走向國際 一碗乳酪飯 一杯礦泉水 征服宇宙 征服吉隆坡 但是你們就只是知道 其實並不會有一些 不會特別深入的去看 對 但我身邊確實有朋友 那你應該是看蠻多 就我這位朋友 洪陽他應該是平時也 有大關係 所以你對政治蠻了解的 然後年輕人亡國感 然後柯文哲的黑話 就以前的時候這個 你很動耶 你很動耶 本來是跟民進黨一起的 你很動耶 然後過後跳出來 然後接下來要選總統 對對 其實我們這邊有一些 因為像剛剛邵康講 就是劉泰生 然後其實很多人 也是因為他們在馬來西亞找不到歸屬感 但我不是 我不是那種 我不算是那種 完全沒有歸屬感的人 但會有一群就是 就是華裔他們找不到歸屬感 他們就會開始把情感寄託在 港台的政治運動上 比如說反送中的時候 他們的情緒也非常的高漲 所以台灣議題的時候 他也是很投入 他會有這樣子一種情緒 或是同志群體 因為同志群體的話 在馬來西亞就是少數中的少數 所以他就會真的是很擁抱 台灣的一些價值 甚至很多是考慮來台灣結婚的 那這樣子 從這角度切入 你們對台灣會有什麼期待嗎 對台灣的期待嗎 對因為你剛才講 會有很多的情感 會寄託在這些運動上面 這個問題很往地 自己好像貼金耶 單純真的很好奇 對因為他順著他剛才脈絡這樣講 還是其實沒有期待 期待周杰倫出專輯吧 周杰倫嗎 這可能蠻困難的 他現在不太想出專輯 有一些人就會很被 就是可能 這個中共要武統台灣的情緒牽動 就是希望可以保留一個 華人的民主的一個基地這樣 我覺得多少他 要說期待也好 還是有一種命運共同體的感覺 但是也是很適 那個人的生活環境 像我跟邵康其實是因為我們在國立大學 剛好就是比較幸運的人 能夠進入到國家體制 我們就不會覺得 深深的被這個國家拋棄 但有些人就不會 沒有很壓迫 但是有一些真的是 他可能生活也沒有跟 馬來人流出同胞相處過 他跟國土的羈絆就會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不同的課題 台灣人就比較沒有聽過這種問題 比較沒有聽過 就是有台灣人會覺得自己 不屬於台灣這塊土地 比較少聽到這種講法 因為我就是覺得 你有問過原住民嗎 我覺得 我就是 切得太好了 原住民的問題 不太會從這角度切 我覺得台灣原住民的角度 我覺得不會從 國族認同 不會從國族認同 不會從國族認同 台灣原住民角度 應該是土地認同 土地認同 就是會覺得自己的資源被奪走 對 可是他不會說自己不是台灣人 其實這就是馬來西亞的馬來人的感受 他就會覺得我們資源被華人奪走 對 我之前就聽過這樣說 會有這樣子一些論述 可是他們是多數的 台灣原住民是少數啊 對啊 我們去凱列他們 我們就有一個很有趣的觀察 就是在台灣 你們是不能叫原住民土著的 對吧 對 可是在我們那裡 我們是不能叫馬來人原住民 我們只能叫他土著 然後他們會覺得被稱為土著 其實是一個很正常的 甚至是一個身份的象徵 但是在你們這裡還是一個貶義詞對吧 超級貶義啊 超級貶義 甚至不能講 我們那邊是官方到處都講 憲法都有寫土著這個字 真的喔 原住民三個字它是有國際法的意涵 對啊 因為原住民這三個字 其實要符合國際法的一些定義 才會是原住民 它才叫原住民 台灣在第一次修憲的時候 就突然把原住民字乾淨放進去 那也很好 表示說 之前修憲的這些人 他想要保障台灣的這些 拉高層次 他要拉 他要把台灣的少數民族 拉高到非常高層次去保障 但是這衍生出一個問題是 台灣後面在做這些政客 他根本不了解 叫原住民 這三個字 所要付出的努力是什麼 你就給他灌原住民三個字上去 就已經變成口惠的死不治 在馬來西亞 因為馬來人是多數 對 用原住民去稱呼他們會很奇怪 對 而且他們就是做 他們是政治上的優勢者 嗯 原住民通常是指政治上是劣勢者 所以在概念上面 不可能稱馬來人是原住民 但是他們確實是原生住在那邊的 所以他們就會稱自己是土著 用這樣的方式去表達 我是先來到這邊的人 你們是後面來的人 但你們把我們資源搶走了 所以他們的狀況會跟台灣的原住民 剛好顛倒過來 雖然政治上是優勢 可是因為後天的一些可能 歷史性的因素 就導致他們在經濟上成為劣勢 他們想表達是這個狀況 對 他們就說我們華人跟印度人 都是在英知名時期被帶進來的 對 本來是帶你進來挖礦 還是去割交 整個知道挖礦挖礦 就發現華人越來越有錢 哈哈哈 又會做生意 然後這樣他們就 到現在我覺得還是有一些 如果你要煽動馬來人的一些情緒的話 他們都用的論述都會是 把華人作為假想敵 就是說如果馬來人不自強 你的政治語論話語權就會被華人搶走 你的經濟權就會被華人搶走 馬來西亞發生過大規模排華的這種狀況嗎 有過一個種族衝突 叫5131969年發生的 那時候是因為反對黨 在大選當中贏的票數蠻高的 然後就上街遊行 然後就被 就激怒到另外一方 就開始引發這樣子的一個種族衝突了 那時候是 其實老實說 不管華人還是馬來人 其實都受傷 但是被官方包裝給 跟定位就是說 如果你投票給華反對黨 就會導致513事件的發生 就是這是其中一個嚇唬人的手法 白色恐怖的方法 但是在2018年政黨人去過後 大家就不再信這個鬼話 所以到現在這個事件 就純粹是歷史的 歷史的傷痕吧 就這樣留下來 之後想要問 因為法白是喜歡談人權的話題 在馬來西亞 聽這類型的話題的人多嗎 不多 人權 或這種社會倡議 不是一個鮮血 會有這些市場在 比如說我們討論 看他談到人權 比如一個比較大的課題 肯定就是廢死 然後主張廢死 那一派已經說 這個我們每個人都有生命權 就算他是求發 也不能 我跟你講這個論述在馬來西亞 是完全沒有任何市場 第一個馬來西亞網民 第一個就會 如果死的是你的媽媽 被殺死的是你媽媽 你還會講這種話 台灣也是 台灣也是 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兩國一家親 都不太會思考問題 不太會往人權的方向去想 就我覺得 而且馬來西亞 我覺得我們華人 逆來順受的 也蠻習慣的 所以有時候 比如說政府 都做得很過分 好像性少說 的人權 其實也不太有人去發生 有一些弱勢群體 比如說孕妇啊 這些 會有人去推動 然後或者是 残疾人士的人權方面 其實我認識一個同學 有在大力的去推廣 残疾人士的人權法案這樣子 因為他本身就是 所以他就往這方面去 但是其實他不會是 律師界的主流的人物 所以在馬來西亞 從事人權運動的人 沒有那麼多嗎 沒有那麼多 除非你把它包裝成有商業價值 好像在馬來西亞最近 就比較有一個很紅的商業概念 叫ESG 在台灣也是 台灣也有 其實後來又有一個 一個從事人權活動 多年的律師 他就說 其實ESG不就是人權運動 只是因為現在他能賺錢了 所以大家才來關注 他就很憤怒 他在一個言談會上 就這樣講 弄得其他的 其他的那些 有經營ESG的那些 尷尬 他就很尷尬 真的很尷尬 大家就看到有錢賺 他們就來了 如果我們今天開這個研討會的題目 不是叫ESG 而是叫什麼人權法會 你覺得會有這樣多人嗎 他都是笨著賺錢來的 他就是這樣講 就到處了這個馬來西亞 雖然學法律的人 就是去之若物 但是你學案法律過後 你很少人會真正投入到 人權方面的活動 能投入的都是respect 就是不為錢 就是為他們好 那你也算是 因為你經營就是這樣 其實也是希望透過比較好的 有趣的方式跟大家講法律 讓一般社會大眾更認識法律嗎 其實我們的目標 注重也沒有這麼偉大 沒有那麼偉大 一開始其實就是覺得 我們讀了很多這些很有趣的判詞 就是 然後 想分享出去 因為就是很多這些這些 判詞當中 他們涉及的案情 其實都很 蠻有趣的 像這個你家隔壁開的一間廟這樣子 我覺得蠻有趣的 都是可以分享去給大家知道 在這種情況下 法官怎麼思考一個案件 很多人就覺得這種情況應該很容易判 但是法官判出來是另外一件事 因為法官 需要看過雙方的層次 需要看過雙方證人的表現 所以這種東西 我們都可以在節目裡面說出來 就你以為贏定了案件 但是其實是證人表現不好 然後回答錯了問題 結果法官就判他輸這樣 其實也是常見的 在法庭上 了解 那我們之後就講一個案件 分享一個馬來西亞案件 很少聽到馬來西亞古家的案件 快速分享一個馬來西亞案件 剛剛那個神廟案件 然後來讓大家知道 這個節目有多精彩這樣 那是一個住宅區 然後他們就有一個人 他在住宅區裡面 去設立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神廟 去供奉 這是華人神廟 就是他們去供奉 把它作為中間場所 所以在一些大 一些重要的日子 就會造成當地的堵塞 然後他們初一十五又會去燒祭品 然後那個灰到處漂 就漂到去隔壁鄰居家 然後完全滑 這非常滑 台灣也就是這樣 對 沒錯 就漂到隔壁家 然後隔壁家 就沒有辦法忍受 就之前有嘗試去投訴 然後投訴之後也沒有下文 然後就直接就告上法庭 然後他們就有其中一些想法 是說 這是我的產業 我在我的產業裡面 去做宗教活動 其實沒有問題 然後法官就說 不對 對 因為 有一個東西叫滋擾 就是雖然你在你的家的範圍裡面 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做的事情是 會影響到 比如說你焚燒 或者是你炸音樂 很大聲 隔壁的人沒有辦法 properly enjoy his property 那這其實是一種滋擾 然後你是不能這麼做的 然後而且那個地方是神 住宅區 你一開始就不能夠作為宗教用途 OK OK 所以這也是法官 有機會看到這個 這個單位的第七文件 他現在說明了 只能夠用於住宅用途 那你把去用在宗教用途上 你肯定是錯的 然後就這樣子 如果一般人沒有看到法官 如何剖析這些文件跟證據 他就會覺得 這樣子是不是打壓我們華人 你們清真是一天五次 我們都沒有說話 我們隨便燒 初一十五燒兩個問題怎麼了 就會有這種很直覺的 情緒的宣洩 但是其實法官是 超越這些情緒的 就看證據看文件 就跟你說你看第七說不能 就不是以宗教的角度來看問題 大家說就是你有宗教的自由 但是你這個自由 需要subject to其他的法律來做 就是你要行使宗教自由的權利 也必須要在法律規定的框架裡面 也不能夠造成別人的困擾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 超脫宗教 超脫種族情緒的 一個判案的方式 就值得讓法官去 讓大家去知道法官 如何理性的去思考一個案件 如何去檢視證據 這一些 我們覺得分享出來都蠻重要 所以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課題 像是台灣的課題是 可能什麼議題都會碰到統獨 什麼議題都會遇到 抗中保台這些問題 馬來西亞可能是種族 種族問題 然後語言的問題 衝刺性比嚴重 所以像這種燒精子的問題 他剛剛提到就是 如果沒有離親的話 上升的是種族問題 這跟台灣就不太一樣 我剛剛完全沒有想到 我也沒想到 誰會想到燒精子後面會有這個 針對華人的問題 針對華人問題 華人覺得你是不是針對我 對對對 在台灣大家 比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應該是不會有人這樣想 對 即使是原住民朋友跑去告 大家也會覺得 他就是真的覺得很臭而已 對對對 他不會把它上升到 原住民朋友跟漢神之間的 種族 他們比較不會這樣想 對 所以每個國家都會有 就是為什麼一定要 討論到這個問題 他們可能是種族 我們可能是統獨 對 所以釐清事情的事實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事情 在馬來西亞 其實蠻多東西都很容易 上升到種族方面 好像比如說 黃明志他們 他經常喜歡說 我們華人創作在馬來西亞 得不到種事 某個程度上是對的 但其實即便是在馬來 馬來的文藝創作 還是馬來的演藝 娛樂圈創作裡面 其實也有很多馬來人 本身的創作者 他們沒有辦法得到重視 所以他也不完全 是對的 是一個宗教的問題 一個種族的問題 就雖然他一直說 我們華人 很多馬來人的 基層的地下的那些藝人 他們其實也是沒有辦法 獲得資源這樣子 所以很容易上升 因為大家喜歡看這樣的一個新聞 台灣就比較不會說 什麼客家人抿客衝突 比較不會有這種 比較不會有這種東西出來 對 所以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課題 但我覺得法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需要給大家的東西 對 讓大家知道說發生糾紛的時候 你不需要那麼快上升到這種 意識形態的衝突 要先救世論事 先救世論事 人家就只是覺得你很吵 你很臭而已啊 以地氣來講就真的也錯 你就不能 你就不能這邊 蓋廟嘛 就不要跟我講什麼種族 那都不是問題的核心 對 那你就不要去搞這些東西 沒錯 因為按照規定 你就是不應該騷擾到旁邊的人 對 這是法律規定 所以回到法律來講 就是論事 就不需要上升到這些情緒性的東西 對 如果在每個國家 我們都可以把這種法律的觀念 帶給大家的話 那其實世界 會好一點 會好一點 少一些衝突 很開心今天可以認識馬來西亞的聽眾好朋友 榮幸能夠來到法律的這個 認識邵康 那這個 歡迎大家如果想對馬來西亞法律 多一點了解 你可以去IG追蹤就是醬囉 他們有Podcast 他們也有Podcast 也叫做就是醬囉 可以當作聽故事來聽啦 就不用在這裡馬來西亞法律這個 有點沉重 就當作聽故事 對啊 每一篇判詞都是一篇故事 對 因為他們在IG還會分享那個判詞的金句 對 嚴謹的程度啊 看起來比我們還高 沒有沒有 很建議大家去收聽一下這樣 他們圖很精美耶 對 他們圖很精美 對 他們圖很精美 用PowerPoint做了啦 好 那我們今天感謝邵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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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趙康 謝謝